问关羽边下棋边刮骨疗毒是真的吗 假的关羽是边吃烤肉边喝酒边跟人闹磕边刮骨疗毒 这才是真的 问在张辽心中关羽是他的兄弟吗 是的张辽把关羽当兄弟 但是张辽把曹操当爸爸 等等那关羽管曹操叫什么 问关羽曾和刘备说过要刺擦曹操是真的吗 是真的但史料推理关羽刘备在吹牛 问陶渊结义是假的吧 假的但关羽发誓要和刘备一起死是真的 好欢迎来到新台大街带你读三国志系列 追完本系列就等于读完了一遍三国志原文加翻译版 今天是三国志第36卷关章马皇赵传关羽片的第三集 书决上回打完了白马之战关羽赐了炎梁 起初曹操觉得关羽为人很豪壮 又察觉他的心神没有久留的意思 就对张辽说你和他有交情你试着问问他 张辽就去了关羽叹息说 我深知曹公对我身后但我受刘备的恩惠发誓共死 看见没有桃园结义是假的 但是关羽要和刘备共死是真的 有人问了曹操对关羽厚 刘备对关羽也厚 那到底谁更厚呢 你想曹操分赏关羽的金银财宝 才占他总资产的几分之几 刘备一穷二白 只能赏赐和关羽一张床税 哪个更厚呢 肯定是刘备的被子更厚 对吧 关羽也没有机会碰到曹操的被子 五号闷中杀人 再说了 曹操连个小肚手机都不给 对吧 关羽说我不能背叛刘备 我一定不能留下来 我要尽快的干一件事情 父子记载 说张辽打算把关羽的话告诉曹操 但是他把曹操杀关羽 就很纠结 不讲呢违背职业操守 讲呢对不起兄弟 如是叹息的说道 曹操是我的老板爸爸 关羽只是我的兄弟阿姨 也合理呀 爸爸管饭 兄弟又不管饭 对不对 然后张辽呢就向爸爸汇报 曹操说了 你没有忘记你的职业操守 是有情义的人 大家注意这一段 张辽心里想的是 曹操是我的老板爸爸 关羽是我的兄弟 他心里想的话 史官是怎么知道的呢 史官会读心术吗 说明张辽肯定是把这句话说出来的 而且很多人听到了 史官才能记下来 这句话曹操是不是也听到了呢 曹操会不会很开心呢 那换你会不会很开心呢 原本是曹操托张辽去问个话 张辽就是个传话的 纯配角 结果呢配角说出了 爸爸兄弟论这样的金句 而且还被曹操夸离天下义士 你咋那么会给自己加戏呢 所以我们也由此能看出 张辽会打仗 有能力是必须的 但是会话术 有情商会给自己加戏 那也是必须的 所以别觉得武将都的傻子 没有心机 啥都混不起来 继续看原文 关羽杀了颜良之后 曹操知道关羽要走了 拼命封赏关羽 关羽把封赏都存了起来 然后写了封告辞信 就投奔刘备去了 曹操身边的人都劝曹操去追 曹操说各为其主 算了不追了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觉得曹操又大气又沉稳 别急 下一秒曹操就慌了 我们来看宣祖传 说汝南的黄金军刘备 背叛曹操 响应袁绍 袁绍立刻派刘备 去联络汝南的黄金军 一起来打许常 许常是啥 曹操的首都啊 刘备来偷啥来了 而且最恐怖的一句话在后面 关羽王规先祖 关羽这个时候逃亡到了刘备的身边 那你们猜猜关羽下一步是干嘛 那不就是跟着刘备一起打许都吗 曹操的军队全部压在关都一带 家里只剩下曹家的第一将夏侯顿 和河南第一士族巡域 曹操慌得一塌糊涂 赶忙派出了最强军团 曹仁去援救 曹仁击败了敌军 刘备带着关羽返回了袁绍那里 刘备呢觉得上一把没发挥好 又开了一局 他又带着军队来到了汝南 又找黄金军 这次找的是拱都 曹操都傻了 怎么又来呀 曹仁快点 刘备又来偷塔了 曹仁说老大 关渡打的呢 我没有空啊 一线将领全部压在关渡上呢 曹操说那派个二线的吧 结果派了二线的 蔡阳去了 去了就被刘备干死了 蔡阳租 刘备向许昌发起进攻 生死关头呀 曹操关渡那边终于打赢了 调转码头过来 赶忙去阻挡来偷塔的刘备 刘备战败 就去了刘表那里 驻扎在新野 一年多之后 刘备带着军队 又一次栖息许昌 又去偷塔 第三次有许昌 同样的配方 同样的味道 曹操还是不在家 又去打元少的儿子们去了 家里还是只有夏侯顿 曹操还是赶紧派人支援 派了于静 还有都良的李典 赶紧去支援 好夏侯顿于静李典 大战刘备 这就是伯望婆之战 所以伯望婆之战 不是什么夏侯顿欺负刘备 而是刘备第三次偷塔 这仗也不是刘备赢了 而是刘备退兵了 偷塔没有成功 下面才接到三国志关羽传的内容 从先祖救刘表 表足刘表死了 曹公定荆州 先祖从樊城出发 要南渡过长江 派遣关羽 独立带着几百条战船去江陵 看见没有 关羽已经有几百条战船了 这是啥 长胡子海队团呀 绝对比白胡子海队团 黑胡子海队团要强 有人问了 关羽这几百条船哪来的呀 刘表不是一直限制刘备吗 这个推理 我到结尾部分再说 继续看原文 曹操追刘备到了长板 刘备战败 邪奔汉金渡口 正好与关羽会合 一起去了下口 蜀记记载 说关羽很生气 对刘备说 以前在徐昌 跟曹操去打猎的时候 我就劝你说 咱干掉曹操 你不听 结果咱今天 多么困种的局面呀 刘备说了 那个时候呀 我是为了国家 觉得杀了曹操有点可惜 毕竟曹操是个人才 对国家有用 今天的事呢 你也不能认为我们是困种 如果老天爷是支持正义的人 那咱今天的事 就是一种福报 刘备的话两个意思 一 我想杀曹操就能杀 很简单 不杀是因为他是人才 对国家有用 我不舍得杀 二 今天的战败 不是战败 是老天爷对正义者的试裂 跑跑败 是一种福报 大家感觉一下 这句话是说给关羽听的吗 明显不是啊 这是说给身边的将士们听的 将士们一听 我们公司的大老板 阿老板好牛啊 想杀曹操就能杀 而且今天也不是战败 是上天给的福报 现在看懂了吧 这两人唱双簧呢 史官裴同志 怎么看这段了呢 他说刘备之前不是参加过一代招吗 那不就是要杀曹操吗 没杀不是因为事情泄露 杀不成吗 怎么还扯出来 是为了国家珍惜人才呢 这不瞎扯吗 还有 关于要杀曹操 曹操身边全是心腹 你不精心规划设计 你杀得了吗 你说杀就杀呀 而且就算你们得手了 你们自己活得了吗 现在说东说西的 不过是装插罢了 接着看 孙权派军队协助刘备 对抗曹操 曹操战败了 带着军队撤退 刘备收了江南几个郡 分关于为袁勋 这个很牛 蜀国好像只有关于一个人 获得过袁勋的称号 张飞都没有 然后分关于为襄阳太守 这个就是襄阳市市长 注意啊 此时的襄阳不在刘备手里 有的人说了 不在手里怎么分啊 这个叫姚岭 就是这个地盘呀 还不属于我们 我先给你分这个关 意思是 你打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属于你了 所以刘备的意思是 他关于去打襄阳 襄阳呢 是越境在镇守 越境其实和关于对抗了很多年 从公元208年的 公元214年 这78年时间里 越境都在襄阳 与刘备军发生过的战斗 有明确记载的这三场 两场是确定越境胜利 一场是疑似越境胜利 再看关于被分为 荡寇将军 驻江北 先祖西定益州 拜分关于都董荆州 关于为荆州都 继续看 后面说 关于曾经受过剑伤 贯穿了左臂 虽然伤好了 但每天阴雨天 骨头就疼 医生就说了 肩上有毒 毒进入了骨头里 必须割开左臂的伤口 挖去毒 才能跟除 关于就伸出手臂 让医生披 这个时候呢 关于正在和将领们喝酒 胳膊流的血 把接血的盘子都装满了 我怎么有点馋了 是要做关于排血豆腐吗 继续看 关于呢 割着烤肉 喝着酒 谈笑自若 哼 医生割我的肉 我就割烤肉 按历史来看 这个比演艺里 下棋难度高了 下棋一只手 哪一个棋子就行了 这个呢 一只手割肉 一只手拿酒杯喝酒 还得聊天 谈笑自若 够忙活的 好 正经的历史就看到这里 下面是我个人不正经的推理 爱听我胡说八道 且不爱跟我抬杠的留下 先说 关于为什么会有几百条船 我们注意一个问题 此时的刘备在凡城 不是新爷 我们都记得刘表 限制刘备 让刘备在新爷 按小说的说法 兵不过三千 将不过关张照 现在怎么会出现在凡城呢 而且光战船就几百条 我们来看一下刘备的兵力 在诸葛亮建造孙权后 怎么说的 说长板坡 我们被击溃了军队 还回归的 加上关于的水军 一共有一万人 可见刘备军的总兵力 是超过一万人的 长板坡战死的 逃走的 找不回去的 折损了许多 那我们假设一万五吧 有的时候会不会多了 说实话 我觉得都少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刘备南下的时候 路过襄阳 诸葛亮提出要攻打襄阳 襄阳什么概念 刘表势力的首都啊 而且荆州的第一将军 蔡茂帽 带着禁卫军 驻守在襄阳 就说皇族死后 刘齐去接任 江夏都能拉出来一万水军 还不算步军 都有这个兵力 何况的首都呢 怎么也得有两万精兵嘛 那刘备得有多少人 才敢说要打两万精兵啊 我们注意一个关键词 凡城 刘备之前是在新野小县 现在换到了凡城 这两个地方除了一个大一个小之外 还有个关键性的区别 就是水道 新野旁边没有水道 凡城有水道 什么水 就是后来 于静被水源弃军了凡城的水啊 为什么给刘备换一个有水的地方呢 怎么官员还出现了几百条战船呢 最合理的解释 就是荆州高层要求刘备 在凡城训练水军 训练水军和谁作战呢 孙权 看到了没有 原本的江夏太守 皇祖带的皇家军 常年对抗孙家水军 和孙家水军打了四场 一共五场 全部防御住了 而且还斩杀了孙权本人 战绩非常好 孙家军未占寸土啊 但现在为什么让刘备训练水军呢 难道荆州高层的预言家 已经预言到皇祖必定要死吗 我的推理是这样的 蔡茂有三个政敌 刘奇 皇祖 刘备 蔡茂现在皇祖动手脚 算计好 只要孙家水军一进攻 就会死亡 然后提前让刘备 准备训练水军 准备去接替皇祖 然后再顾忌重施 借着孙家水军再干掉刘备 这样大公子刘奇就孤立无援了 蔡茂带着小公子刘从 就控制住了整个荆州 但诸葛亮齐高一招 让刘奇去接替了皇祖 这对蔡茂是有利有弊 所以蔡茂决定 让刘表先被自然死亡 然后拥立刘从 刘奇已经跑了 生不了位了 然后蔡茂暗中带着刘从 投降了曹少 不告诉刘备 曹少竟在咫尺 刘备才知道 刘备虽然兵力不少 看着虎人 感觉要能打襄阳的架势 但是兵力不强 水军没有战斗经验 就是摆设 步军被虎抱起 一冲即溃 最后的结果就是 剩余的步兵加水军 一共还剩万人 好 我们再来推理 曹少放关羽这件事 许多人认为曹少爱关羽 其实不是的 曹少爱的是刘备 曹少和刘备 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很神奇 曹少似乎从不把刘备当敌人 他只是把刘备当对手 能明白吗 敌人跟对手是两个概念 我们按三国字先祖传 裴松之的柱来看 曹少和刘备很早就认识 说刘备曾经混金城 邂逅了曹少 然后跟曹少回到了曹少的家乡 估计是见父母去了 然后曹少和刘备在家乡招兵 这里很神奇 你招党的兵算谁的呢 算曹少的还是刘备的呢 也可能算夫妻共有财产 然后说陶总桌开始了 刘备也参加了和曹少一起 后来刘备回到了工程站那里 公分站陶前恐龙是军阀联盟 对抗袁绍曹少的士大夫联盟 这个时候刘备站到了曹少的对立面 后来刘备站了徐州 曹少立刻上表 提议分刘备为郑东将军 注意啊 这个郑东将军之前是曹少的官职 因为古人是把姓氏和官职放在一起念的 比如刘备是玉州墓 就叫刘玉州 曹人是郑南将军就叫曹郑南 刘表是郑南将军就叫刘郑南 所以古人很忌讳 自己当过了官别人当 除非没办法 你比如说孙策自诩大司马 所以后来陆续就不能叫大司马 只能换个名字叫上大将军 曹少当过典军校尉 曹典军 在曹家里面 只有夏侯渊能当曹典军 曹少的梦想是称为真希将军 只有夏侯渊能当真希将军 所以你看曹少让刘备当自己的官职 那啥意思 刘备我兄弟跟夏侯渊一样 刘备被吕布打败过后 曹少接收 又被吕布打败 曹少又接收 回到许都 分刘备为左将军 还说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 然后刘备叹变 打败刘备 刘备逃跑 不追 不下死手 刘备第三次袭击许昌 又被曹少打败 又跑 跑就跑 不追 不下死手 刘备长满坡被曹少打败 又跑 跑就跑 不追 不下死手 赤壁之战 曹少战败 曹少咋说的 我败是因为瘟疫 让周瑜获得了虚名 这是对周瑜的评价 但对刘备的评价 刘备 我的老对手 原文是刘备 五仇也 这个仇字 有伴侣 老友 世交的意思 再见面 就在汉中之战了 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曹少对刘备说 卖驴舍 你派你的假儿子 刘备来对付我 你等着 我派我的真儿子 黄绪瓦曹张来干你 为什么打仗 一定要用儿子对儿子呢 就不能用将领 去击败的刘备吗 魏王 喊汉中王 叫卖血的我儿 这是两个王在对话吗 这不是相同爱情 两个老头吗 老刘 我儿 你干儿子混得不错 但没我亲儿子厉害 不就这个吗 我们受演义影响 觉得曹少一直在欺负刘备 事实上 曹少一辈子 只打过刘备三次 第一次是关渡之战前 刘备和袁绍联盟 曹少不得不打他 第二次是关渡之战的尾声 刘备来偷他 打曹少的首都 曹少不得不打他 第三次是长板坡 刘备要抢战江陵 曹少也要抢战江陵 两人比赛跑步 就是小学生的数学题嘛 问刘备军每天行军二十里 曹少军一天一夜寻军三百里 刘备军先出发十四天 曹少军在第几天的追上刘备军 打第十五天 曹少打了刘备一下 刘备跑了 曹少根本不追 回去战江陵去了 就这三次 两次是被动出击 一次是战成比赛 曹少啥时候主动欺负过刘备 一次都没有 而且刘备的震动将军 曹少为他申请的 刘备的宜昌廷侯 曹少为他申请的 刘备的玉州墓 曹少为他申请的 刘备的左将军 还是曹少为他申请的 所以曹少是真的把刘备当敌人吗 假想一个场景 那一年 刘备说 刘备你这个兄弟我认了 从此以后我当了大官 我一定把你也弄成大官 这个天下只有我们俩 刘备说 那你以后不能欺负哦 曹少说绝对不欺负 除非你要害我 刘备说 我才不会呢 曹少说天下之间只有你刘备 有资格与我曹少平起平坐 其他人不配 刘备说 嗯 曹少记住了这句话 记了一辈子 只可惜刘备忘了